面对大批媒体提问 拜登不发异愉快步离开 因为文件门事件还在持续延烧 FBI进行长达12小时的搜索 拜登德拉瓦州的住宅 又有六份机密文件 被找到 根据外媒报道 现在目前跟拜登有关的文件 已经将近三十份 拜登机密文件连环被翻出 现在司法部也表示 不会配合共和党要求提供的资讯 被视为根本双标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 白宫幕僚长克兰也传出 准备卷铺盖走人 克兰球区的时机正好卡在拜登总统任期 关键点 中央幕僚准备离开 现在拜登同时还得面临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美国国债已经打法定债务上限 避免美国国债违约风险 T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